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。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谭松韵的《走进风》即将播出。三大亮点再次掀起排名热潮。 由于《青青日报》和《点亮我》、《温暖你》等热播剧已经分别完结, 目前只有赵丽颖的《风吹半夏》和《专员专区合歌的曲尾》在播。 长期霸占《猫眼热度榜》的《风吹半夏》肯定更胜一筹,极有可能成为今年晚些时候的头号剧。 其中,无论是当下人气和热度,还是口碑,够半评分都高达8.4。 难以置信的电影。 与现在电视剧形势几乎是既定结局的情况相反,我想很多观众都会对新剧的上映很感兴趣, 因为在期待的电视剧中就有《卧虎藏龙》这样的电视剧,更多电视剧会及时上线。 争夺2023年初第一爆款称号,这次上线。 其中一部是由谭松韵,王凯主演的航空题材电影《迎风而航》。 此外,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上线平台也同时官宣。 更让人意外的是,腾讯视频随后宣布该剧即将开播。 宇峰同行已开始在两个平台进行定档,目前在腾讯视频排名第二,即将开播。 当他升温时,该平台位于闭露电视上方。 这部万众期待的制作、故事、演员阵容即将开播,各种场面让人欲罢不能。 制作、剧情、演员阵容有望掀起新的追剧热潮,有望成为本季大片。 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,航空旅行越来越受欢迎。 由于飞行的特殊性和严肃性,机上的物品既神秘又迷人。 想想破纪录的票房。 深受观众好评的热门电影《中国机长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飞机上的真实故事。 另一方面奔跑罢以陆航客运空难位主线,借用男主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与受伤的承销之间的故事。 D级女飞行员、范指飞行员和空乘人员。 关于员工必须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不同压力反应的故事很有趣。 除了飞行员的成人故事,故事中还包含了很多关于飞机的有趣冒险和意识,以及成人爱情。 剧情可谓别出心裁,趣味横生,拳头十足。 该剧导演王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人,代表作无数,独到的棱镜语言和高超的空洞反思技巧,充分体现了该剧的品质和风格,让大家大吃一惊。 迪丽热巴和洋洋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讲述从大学到婚姻的温馨爱情故事的《我,知喜欢你》都是她的作品。 无论是作品的体量,还是剧情和剧情的亮点,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,对细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。 男女主针锋相对,不忘初心。 《飞行》中的故事也很有趣,值得大家关注和期待。 从以往的作品来看,王志导演非常擅长都市剧的拍摄和制作,所以这次指导《走进风》也能给人安心。 颜值很在线,人物也很有辨识度。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分别由王凯和谭松韵饰演。 稳健的表演风格和全心全意的态度,可以说是绝对的一线巨星强强联合, 无论是个人演技,还是表演质量和人气,作品的变化,这两位都很强。 无论是严肃的景王,还是帅气彬彬有礼的赵大夫, 都能被他完美驾驭,乃狗也能霸道霸道,带入赶极强。 郑武英雄王凯有着非常帅气的外表和极强的人物塑造能力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和订阅。